Hello YouTube 我是黎Sir 好 我這條影片是講中四的M1第四課 Example 4.7 是Level 2的題目 大家準備好書 或者一張紙可以抹掉一些重點 我首先看一看題目 它的說法就是 現在我們有一個FASC 即是一個Circular Cones 你記住要Cone這個字 Highlight它 Cone 是圓墜的意思 Right circular cone 即是一個正 即是不會打斜了 不會歪掉的圓墜 Base diameter Base diameter Base diameter 就和高是一樣的 即是高和Base diameter 都是一樣長的 Water is thrown into the forest Through a small hole At its vertex P 即是說有些水 就在P這個洞洞 當作洞洞 倒下去 就以一個Constant Rate 的速度 10cm 3次per second 那你一看到這些字眼 立即要有個意識 哦就是 原來這個10cm 3次per second 你要立即寫到 D V DT 來的 有這個意識 當然這個就是一個正的 正的 OK 等於10 然後呢 Find the Rate of the Decrease of Area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Decrease的意思就是下降 那叫你找個Rate Rate 一定是和D什麼DT有關的 和D什麼DT有關 由於現在是Area 即是這個意思就是要你找D A DT D A DT 好了 即是說呢 我們的目標就找D A DT 哪個A 先看清楚 是Water Surface 因為這裡有很多個Area 如果你看的話 是Water Surface 就是這個圓形的面 就叫Water Surface OK 行不行 不要撈亂 那 在哪個時刻 你要看清楚哪個時刻 就是Water Surface 5cm below the P 即是說這個距離 是5cm的時候 那個Water Surface的Range of Change OK 即是說這個高度 那既然有這個高度 要給我們的 我們一定有這個未知數 就在裡面了 好 一起看看你怎麼計算 旁邊的板 好 來了 好 旁邊的板 來了 看到這裡有一大串文字 這裡有一大串文字 究竟要不要寫的呢 是不需要寫的 只要有個圖 畫了個圖出來 就可以了 那怎麼畫到一個圖呢 就是現在它沒有告訴你 那個高度是多少的嘛 它只是說高度和底的直徑是一樣的 那就假設它是H 那個高度是H 這個長度也是H OK 這個它沒有寫出來 這個也是H OK 好 而我們要找 那個Water Surface 其實呢 你要留意到這個圓形 其實好像 嘩 很難找 其實你要有個意識 就是這裡有一個相似的圖形 在裡面的 那等一下再說一下 那我就假設呢 由P點去到Water Surface 就是X這麼高 那剛才我們說 要去到5米的時候嘛 那我們暫時不會用5來計 不是不是 5C的 不會用5Cm來計 因為我要用那個未知數 來代表這個高度先 因為當那個高度不改變的時候 其實那個Water Surface的面積 或者這個Change Rate of Change 都會改變的 那我假設一個X 那我們要找這個Water Surface的面積呢 就是我們有個A 那這個A的色是什麼 圓形的面積 這個圓形是什麼 是不是 就是2分1 2分1 乘以 不是2分1 索珠 是A呢 就是等於Pi R² Pi R² 那就是R就是講CD這個距離 那我們要知道這個CD距離 就要用一個相似身積 那這裡寫什麼呢 這裡寫其實就是寫這個直角身積 這個直角身積 這個直角身積 那這個是P點 這個是C點 這個是D點 這個是O點 這個是N點 那我用這個直角身積 其實這個是一個相似 有兩個相似身積 在這裡 那裡呢 就是綠色和紅色大那個 大的紅色 PON 就是這裡 還有 小的綠色 PCD 就是一個相似身積 因為它們有直角 這個也是直角 兩個A 然後這個common angle 兩個A 就是一個A 90度 另一個Acommon angle 就是兩個A 那就是AA 因為兩個A其實就是AA 那就證明到它是相似了 那我們不用寫的 只要說它是相似就可以了 因為經常都會出現這些情況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OM這個比例 和PC的比例 會是等於 ON和CD的比例 那 等等 等一下 你自己拿 你自己拿 拍一邊 麻煩你 麻煩你自己拿 在那裡 那 然後呢 大家會留意到 如果我把H 就算是高 即是PO 接著 ON是一個半徑 所以你會看到 ON 其實就是把H 除以2 因為半徑和高 是一樣的 直徑和O高 是一樣的 所以就會相同 接著呢 接著到PC PC就是這個長度 假設了X 假設了X 而CD就是我們要找的 半徑 因為這個半徑 是我們要計算的面積 所以就是 計算CD 做主項 計算CD 就是原來X over 2 知道X over 2之後 即是說 現在A 就變了 即是我們之後計算下去 現在當然不會這樣寫 我只不過告訴你 其實就是R二次 就會變成X over 2 的括弧二次 即是我們要找D 我們剛才不是說 我們要找什麼 我們要找Water Surface 的 Area 的 Rage of Trange 或Decrease 所以其實要D 即是我們要找D A D T 其實D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 D的時候會出現 會出現D這塊東西 D這塊東西 會有DX DT 我們要找DX D D一次 我告訴你 Pi是Constant 不用你取緣2 即是D 2Pi 接著再D這個 D完外面 D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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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裡面就是二分之一 D完之後 就會弱了 就是Pi X over 2 不過 你不要留 這裡其實X和T 是不一樣的 所以會有DX DT Train Rule DX DT 即是下面這塊 即是我們下面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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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D這塊 我預告定 其實會有這樣的 其實會有這樣的東西 寫得很噁心 寫得很噁心 OK 接著呢 接著呢 接著會怎樣 接著 接著 接著之後 之後你就會看到 我們要找DX DT 因為我們要找DX DT 我們沒有DX DT 這裡有DX DT 對不對 我們沒有DX DT 所以我們要透過Volume 這個Volume是什麼 這個Volume就是 大 這個水的Volume 因為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個 剛才不是說DVDT 是等於10的 即是倒水下去的速度 是等於10 如果我們有DVDT 就可以把10 是否有一個比例 這個是我經常都會做的方法 那大的圓 因為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平設頭 是Fast Room 用的方法就是大的圓錐 減細上面這個圓錐 就等於中間這個位置的水 那圓錐為什麼 圓錐的體積就是 三分一乘以pi乘以r²乘以h 就是圓錐的體積 由於小的大一個是什麼 大一個半徑是h over 2 那就是r 代噴這條色 減細一個圓錐的半徑就是 剛才算是x over 2 高就是x 就變成這個 兩個就是這樣 那就是d它 因為我用DVDT 就是d它 這個很簡單 d這個你會 可能有誤會 你可以打個星在這個位置 原來h呢 雖然是一個未知數 但其實它是constant 很重要 這個 因為如果你知道它是constant d就會變成零了 但如果你以為它是一個未知數 就會再d 它就會很複雜 OK 所以你要d的時候 就要留意到 原來h在一個未知數 大概是constant 反而x是變成的 x可以變成的 不同高度就有不同的情況 那d底下就會d到這個 那d到這個之後呢 就會有個dxdt出現 而我們dVDT是10 而它說我們要計什麼 在x是5cm的情況 代替x是5cm 代替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剩下dxdt這個未知數 那就算到是這個份數 你不用那麼少數